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心美好报 你说的这个办法行不通的 我的比较快绝对跑不掉 汤包 你看前面 好像是大爷呢 他怎么低着头走路啊 他向来就不抬头挺胸 很正常 看起来不太像 他在哭啊 我看他是不舒服 或者是肚子痛吧 还是他在找东西 我帮你救回来了 干嘛没事吓人呢 原来你在看书啊 一定是在看三个好人 是最新的一起吗 当然啊 我们以为你是哪里不舒服 才想吓吓你 让你忘了不开心 是啊 你这样边走边看书 感觉蛮危险的 没办法 实在是太好看了 真的 借我看好吗 不借 谁叫你刚刚吓我 嗯 拜托嘛 小栗子 算了 万一被你娘知道 你又得挨顿骂了 不会啦 我举在学堂里看 大爷 借我看了 好不好 拜托你了 好啦 借你看 不过 不过 不过怎么样 得等我看完才行啊 哇 太好了 我有新出感咯 这一集的三个好人 一开始就碰到了难题 他们没想到 你看完了没啊 快了啦 你别吵我好不好 大爷 小栗子 交作业啦 大爷 你的作业拿出来给我 我帮你拿去交 哦 这么好 麻烦你咯 嘿嘿 应该的 请你看快点就是了 我跟大爷的作业本 嗯 这样全班就交齐了 你居然帮大爷交作业 他在忙嘛 小栗子 别太沉迷三个好人哦 放心啦 大爷 你看完了没啊 快了啦 哎呦 你们两个还不赶快背书 这可是明天要背给方丈听的 背不出来就要留在学堂 直到背完才能回家 明天的事今天不用着急 对啊 今天有快乐的事要先做 你们说什么啊 今天得背好书 明天才背得出给方丈听啊 放心 我晚上回家背就行了 回家有回家作业 哪里来得及背 对 三个好人明天背完书再看 也不迟啊 这太好看了 不赶快看完 我的心受不了了 对 我就是这种心情 我看完了 úa 透了 换我 英难 Pure 怎么回事啊 没啊 对不起 對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啊 arising 初级草 夜眠 BEN 其靄 小荔枝 我们一定是在偷看三个好人 小栗子 不要看了啦 方丈在中意了 哦 被方丈发现就惨了 别吵啦 小栗子 小栗子 状态 怎么着 发现什么事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了 这是什么 都是你害的啦 不睡觉干嘛一直吵我 我是在救你耶 真是好心美好抱 还被你害得要一起罚战 这下子惨了 要是被娘知道了又是一顿骂 还要陪大爷一本书 我哪来的钱呢 不管 你负责啦 关我什么事 我一直劝你收起来 是你都不听我的话的 要不是你鸡婆 我怎么会被方丈给发现的 是你自己不对 现在还怪人家害你 本来就是你害我的 本来就是你害我的 你 你真的是不可理喻 是啦 大好人 为什么吵呢 我好心劝小栗子午睡时间不要看贤书 她不听却怪我害她 小栗子 你接受到汤包的好心 以及她的好意了吗 我知道她是好意 但是 但是 但是你并不能接受 停不进去对吧 我一直劝她 反倒我成了坏人了 什么好朋友 是否常有一种情形 好言相劝或好意提醒 却反而得到好心美好报的结果 嗯 没错 我就是好心美好报 好心的话会害人吗 本想接好缘 却反成了恶缘 为什么呢 也许是因为你的好言 未必是好言哦 就是嘛 小栗子 不对就是不对 方丈可没有说 你的行为就是应该的哦 汤包 善意提醒 或是好意劝告 有几点需要注意 哦 首先 需要确认对方的确有过失 才不会成了恶意指责 小栗子 在不该看贤书的时候看贤书 真的不对啊 没错 但是 时机是否恰当呢 要是时机不恰当 可能会引来反效果的哦 嗯 时机好像不太对 所以 要确实是为了别人的利益而做提醒 不是为了自己不舒服 借机发泄 我的确是为了小栗子好啊 嗯 但是 是否态度柔软 不除恶言 或尖酸刻薄 数落别人呢 汤包没有态度不好啊 是我错了 汤包 对不起 请你原谅我 小栗子 不回家不是办法啊 可是回家会被娘处罚 我又欠大爷一本书了 事情一团乱 我该怎么办啊 你已经浪费了一天的时间没背书 要是还影响到明天书背不出来 不是更糟糕嘛 啊 对耶 还有书要背啊 小栗子 小栗子 走 给你 这 这是三个好人 这是最新的 如假包换 我知道 只是你 我知道你没钱买 反正是我害你被方丈没收的 汤包 我这么对不起你 你还对我这么好 我要怎么回报你 才好啊 我们是好朋友 互相帮助是应该的嘛 我没有要你回报了 不用回报 摩羯 你快点帮我说句话 我们快回家吧 回到家 先跟你娘认错 然后跟她说 你明天要背书 请她先让你背书 要处罚 就等背完书再说吧 哎 好主意 小栗子 你总不能因为逃避 而不回家吧 我 我还是有点怕 怕什么 我们陪你一起回家 啊 这 一起 是啊 谢谢你们 谢什么 谁叫我们是好朋友呢 不用谢了